7月6日,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。 3.俄罗斯奇遇记即将上映。 这部依然有董浩叔叔、须婷姐姐参与配音的动画,不知是否仍然能让看着老板动画片长大的你,感到一丝熟悉的味道。 而小周还想说的,是背后那个让大头儿子成为家日户晓的卡通形象的节目。 动画城,想快点告诉你,我用你送的拉比画了幅画特快传递给你,想快点告诉你我的十二分奠记再远的路没有什么关系,我的心放在你那里。 不知还有多少人记得这首歌,这大概是属于90后的独家回忆吧。 动画城栏目的主题曲,快点告诉你,现在每次听起,小周都感到惊叹,歌词真是有一股无比纯真的力量。 不管是长大后的自己,还是曾经那个小小个头站在电视级前转转哼唱的自己,都能体会到同样的感动,却并不觉得幼稚。 话说回来,成在这样一首主题曲的儿童节目,其实背后曾经有一支强大的团队在支撑着,那就是动画城。 这个栏目开播于1994年,由中央电视台青少节目动画部支持,它不仅播出购买了完全的动画片,还有很多自制动画。 并且是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的,大头儿子就是其中之一。 老板的大头儿子在动画城首次播出的时候,是1995年,在中央一套发,每天从五点半到六点多。 不知你是否曾被家长规定,必须完成作业才能看电视,或者还没啥。 觉得你每天最期待的,就是傍晚这一段能看电视的时间,不知你还是否记得小鹿姐姐,波兰伊,小蜻蜓主持的样子。 每一期都有有讲恩答管解,来信答对的小朋友,就有机会获得奖品,甚至上节目。 在电视机前,一遍一遍墨被邮寄地指的你,是不是曾经期待过,自己能鼓起勇气寄出答案,然后又期望自己成为那个中奖的幸运小孩。 如果仔细想想,好像90后这一代,电视上看过的绝大多数动画,都是来自动画城堡,蓝皮鼠和大脸猫,海尔兄弟,小谷土神,西游记,宝莲灯,隔渣传奇,这些国产动画至今想起来,都让人无穷回味。 因为也许迫于技术地限制他们的画面,看起来不那么精致,也许没有迪士尼的迷老鼠和唐老鸭,或米高眉的猫和老鼠,这样几十年沉淀下来,并反复修订的美学风格,但他们的角色同样有血有肉,仿佛能跃出影评,因为你生活在同一个世界,还有很多国外的动画片,比如都拉A梦,马丁的早晨,还有和拍动画鸭子侦探等等。 动画城仿佛一扇任一门,将我们带到这世界上更广阔的角落,了解了更多我们闻所未闻的世界,马丁的早晨,而在动画城播出的大头儿子里,展现了当时中国一个三口之家的理想状态,家庭和睦,爸爸工作兢兢业业,马上做起家务井井有条,儿子淘气顽皮但品情善良,观看大头儿子,不仅只是小朋友的娱乐事件, 它还具备很重要的教育意义,从这一层面讲,当大人和小孩,在共同度过亲自时光的过程中,这个动画片能确保每个人都能看到一个传统家庭应有的相处模式。 它在形式上有些像日本的儿童动画,比如樱桃小丸子,但同时作为国内主流动画的重要奠基作品,也启发了后来很多进入千禧年之后的少儿影视剧作,比如大尔德图图和电视剧《家有儿女》系列等, 这些动画和影视剧作品传达的家庭观在这二十多年了,其实并无太多改变,如果说靠动画片就能维系文化和观念的传承,的确是说大话, 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,这些动画已经或深或浅,潜移默化在我们心中了,那些真善美的东西,那些教人学会思考去克服困难的故事,恐怕比影视剧来得更直观。 动画城主持人小鹿姐姐可惜的是,从2003年央视成立专门的少儿频道后,很多节目都改版甚至撤掉了, 到了2010年,这个播出了十几年的节目改名为《第一动画乐园》,也不再设主持人了,我们好像从来没注意过, 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们也不再每天追着动画城看最新的动画片了,是因为不再感兴趣了吗? 还是说,我们长大了吗?现在的电视上动画几乎全部洗了一番,从二维一帧一帧的受惠,到全部成始练或三维动画, 好像这些已经不再是我们小时候看动画片时的样子,有多少人认准动画城,觉得这才是童年的正确打开方式, 而现在这些长大了的90后,成了混迹在网络上云吸猫吸口的中年少女,和每天喝肥宅快乐水沉浸在丧门画中的自嗨青年,南墨女类, 那些曾鼓舞过我们的动画片,教会我们善良与爱的动画片,的确,彻彻底底,从电视上消失了。 有人说,90后这一带看着动画城长大的孩子,内心都是柔软的, 不知看着现在这些电视上的动画片成长起来的孩子,以后会是什么样? 其实,我们真正怀念的可能不是动画片本身,而是不复存在的二维童年,是否大头儿子重启拍了新版, 还是熟悉的董浩叔叔和居屏姐姐佩音,不妨再去大荧幕上看一次吧, 这也许是我们找回童年的为数不多的契机了。 祝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豆瓣极网络,若有亲选请主动联系我们。